大家好,我是宝妹 我是阿博 欢迎我们收睇响亲的朋友 收听我们一百一十一年八月十六号 礼拜你 赶快是阿博老师和宝妹 在这里为你所谓的主持 两点钟 新郎报约 节目一开始呢 先跟大家致歉一下 可以知道如果有没有收听我们 重播节目的兄弟 对你们的不好意思 知道我们的道理也跟宝妹交代 叫我跟老师说的石灰硫磺合计 说的事情交给他 还有很多兄弟你的地方 昨天呢 老师好巧又回答了不少 怎么就偏偏那么臭巧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八个题目呢 昨天就这样 回走了 为什么 因为昨天这个电脑当机 他给他罢工啦 我下期目的时候我看过 蛤 啊哪啊勒 啊哪啊勒 啊真的是 那另外一条呢 另外一台呢 无巧不巧 我已经进行卯针 结果有可能有停电 还要疏忽 他停电呢 就挂在那边 就没有再动 小编给你来 看到他才知道 所以他说他以后会定期检查 因此呢 要在这里跟大家致歉一下 昨天呢 一些题目不能见 其实我也很相信 每次遇到这种状况 最讨厌的 最最最痛苦的就是我 这些不知道如何交代 好啦 先跟大家讲一下 可以在你听从播节目 你一定会觉得说 怎么会没有节目呢 咱宝妹高老师 你做现场 今天这个是怎么 就因为当机啦 先跟大家致歉一下 好 节目开始 我们先关心一下天气 待会呢 我们要来讲一下 绿色兼容 好 有时候天有不测风云 那么电脑还是会坏的 这样就不一定 应该了解 但是呢 我们还是犯了这样比较低级的这个错误 所以有时要对我们稍微解决好朋友 这个比较抱歉 因为我们电台一直都是用最小的成本 做最大的这个事情 比如说 我们用两台这个电脑 然后就做这一种侧路啊 就就给他准过去 但是我们电台用的这个电脑呢 其实都不是工业用的这个电 专用的这种电脑 比如说我们可能是这个 啊 这种一般家用的这个电脑 有的人说 那有差很多 这当然没有差很多 比如说白白 同样的一个这个速度 工业电脑 大概是家用电脑的三倍左右的这个价格 他可能在这个电源的稳定度 一些系统的这个设定 各方面都会留得更好 这个会很稳定 而且这个各种的 但是我们确实没有那个能力 这有时候也不能吹牛 有的人多厉害 但是呢 我们还是没有那种力量 我们给很多钱呢 我们认为 啊就能够节省一点 啊尽量可以 啊 以我们台上的一个想法 就是啊 我们可以用啊就省着用 这有 可能很多好朋友不知道啊 我们电台 很多这个电脑呢 它是window 插批 这个 有的人说什么是window 插批 啊 对回去问你爸爸好不好 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window 插批 你再去问你爸爸 你看那个年纪就多久了 所以有一定的这个年纪 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 那么这种电子设备 就是需要定期的维护 定期更新 啊 啊 那么没有钱 我们就只能靠人啊 这种东西就是 真的好朋友说啊 那个控制肥有什么好处 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呢 呃 这个东西哦 就是因为啊 他缓慢释放 他说啊 如果缓慢释放 我如果少量多次 我可以 我就是叫做人工控制肥 那当然最好啊 啊 你每天都可以 你下一次肥 比你的用控制肥 这个效果 就绝对的更好啊 所以呢 有时候这种东西就是 但是有时候你没办法 你可能每天去做这种工作 所以啊 你只好花钱去买这种啊 这个啊 买一些这种肥料 比较特殊的这个东西哦 这有时候真的也是没有 没有办法当中的办法 哦 所以 有人说啊 我敢就要这个做滴罐设备 我每天都去买水 你如果做得够 那没有关系哦 你有那个工 你每天都去买一層 经败贵 一天0.8公斤到1.2公斤 中间的一个这个 由于小长到大长 你每天啊 利用这种方式 你去给他浮动哦 你自己去自动的这个这个 用人去调整 每天啊 每天啊 那么这样 当然你 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个啊 啊 施肥肌啊 但是这施肥肌一天可以 握四变 你一天可以握四变 没办法哦 啊 所以咱就 就会开心 然后就用 用这个食肥哦 啊这 这有时候就是 你取决 怎么样去 去抓到 你自己有时候去生死的一个这个方法 提前朋友你一定要了解到哦 那么这个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我们去找到一个方法哦 找到一个方法是我们可以承受的方法 有个说啊 这个食肥 把它开下去啊 这用油呢 进行 呃这个阿波 发規定 这个葡萄的这个照片 有一些好朋友就说 哎 这个很不错哦哦 这个东西要花多少 我说你 这个食肥 如果不够 那你就不要去玩 所以有个人就很聪明 他就说啊 我尊公 如果没有那些食肥 并说 没有做 遮阳网 我自己做手动 可以我和我们母 中途10点多 我就要把他揉起来 那没有2点 我把它开开 我用一个什么梦子 这揉两条 我那样做 我就要把他转过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呢 一天可以 两天可以 三天可以 三百天可以吗 三千天可以吗 这个每天一万步 健康有保固 这一步的很简单 但是呢 有多少人能做到 有说有啊 我很简单 我差不多也有 有 一天 两天 三天 但是10年呢 有没有办法 没有很难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说 有些机器 用一些这个机器 我们去把它倒入 就是减少我们的这个人力的 这个负担 这有时候是 如果 如果没有 没有那个倒入 只好就靠人力 这个 啊 人力的 UPS 比如说 要停电 要停电 要快点 这先把电脑 啊 这个 备份先关起来 还是怎样 好 那么电来啊 然后再去 啊 再去检查 但是轻轻 电来的时候就不就忘记检查 好的这个工业电脑 电在意外当中停电 电源一恢复的时候 他自动就会再重启 那么这才是一个好的工业电脑 但是呢 那要钱啦 那种东西都要钱钱 啊 钱钱来到 所以有时候呢 啊 这 那这个 以前 我感觉 如果没有钱 说话就买大半 哦 就是什么的一回事 那么有时候呢 有人跟我们说 啊 这去投资什么 投资什么 很好贪的 我都知道 那是很好贪的 但是呢 第一 阿婆也没有钱 人家投资 哦 这是第一 第二 我没有那个风险 我有那个钱 但是我没有那个风险承受的能力 就是说 会贪钱一定会了钱 会赚钱也有可能会亏钱 啊 会贪钱也了钱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凉拌炒鸡蛋 所以呢 咱就老老实实 咱就该 所以呢 我将来不敢去想说 要去 啊 要去广西南陵 去投资 然后赚了一辈子 花不完的 一个这个财富自由 啊 我只想 去创造一个企业 是不是有可能呢 去创造一个数码 费用很多人 啊 这 这些人呢 后面呢 可以 啊 有一天 或者退休 这女孩都嫁出去 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这个企业还在 这一个企业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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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可以再养我们一下下 有没有这种可能 不然你说要退休金 退休金 政府会发 政府就没赌嘛 如果现在这种情形又没赌 那么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一天而已 我看这个 啊 乌克兰 这个我们同学 哎呀 这个你 真的想起来很辛酸 我们那个乌克兰的同学 那么的漂亮 啊 啊 这个 讲话那么的幽默 啊 这个东西呢 那又是一个博士啊 然后 英语 俄语 啊 乌克兰语 啊 中文 这就不用说了 啊 这多国的这个语言 然后回到乌克兰 啊 竟然呢 啊 啊 我问 我问说 他现在在冲销 啊 啊 啊 捡破烂 一共没有办法 都没有东西吃 他只能去捡一些铁 然后把这个铁收集起来 啊 这个有人专门在收 帮人去 去 他要活下去 我说你不是在学校在做大学的老师吗 啊 他说大学都停了 学校都停了 薪水都发不出来了 啊 那我们同学就发起啊 啊 那么就跟他讲说有什么要帮助的 啊 这个要乌什么东西 他要怎么乌 啊 给他给他赞助一下 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这个的孩子啊 那么很年轻很漂亮啊 然后又很聪明啊 啊 这个你看这个国家还是不稳定啊 就是把自己逼到一个战乱的这个墙角 那么牺牲的就老百姓啊 你能干嘛 你博士又怎么样呢 啊 啊 博士又怎么样呢 啊 还不是要去剪破烂 所以 不可以说要买人拼 要与手与什么拼 这些东西呢 与手手手脱脱就好了 不要与手与人拼 破格不只与手与人拼 所以呢 这个我们也就是要自己能够 看得清楚 很多这个事情 就不要把自己 不要把国家 逼到一个这个战争的这个墙角 我说要谁被人家逼我们的 谁逼你啊 你呢 这种事情有时候真的不要开玩笑 少数人呢 在做梦的这种有时候 我们怎么样让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这是一个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这个工作 好 那么 这个看起来 这有时候呢也是很悲哀的这个一件事情 因为 这一开始 和大家说这个当然是 不过这个思考过 那么 现在来说的这个绿色金融 其实呢 这个就是 后面等号 对我来说就是吃保险感染 就是说吃饱太多 所以要去想一些这个工作 那么其实绿色金融已经在这个国际上 已经没有那么的流行 就是这这两年一个战争下去的时候 欧洲也不再讲绿色金融了 听众朋友一定要清楚去了解 这个 德国呢也把煤给开放了 因为天然气没有嘛 所以呢 该烧煤要烧煤 该这个 该碳排放还要碳排放 改这个 所以 我们在讲这个绿色金融的时候呢 后面一定要去了解到不要被骗了 就是有些人呢 因为这名词你没有那么听才很好听 这好像跟这个碳排放 把这个环境保护 做一个这个 就是说这是一个金融部门 利用这种 这个环境保护 做一个环境保护 做一个基本政策 你一定要了解环境保护 德国也是环境保护 环保的全世界模范生 但是他们放弃了 为什么活不下去了 知道吗 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 存在才是竞争唯一的理由 一定要帮下去 一定要生存下去 所以这环保 有时候是把别人限制住的一个 一个门槛 比如说 这个 这个东西要竞争 要跟他们收税 那是就收不到税 对吧 这个东西又做孙兰 比如说他们的成本 又让他们做孙兰 所以跟你说你这个不环保 所以你这个东西 你台湾要买什么东西 后期的时候 你那个要 你那个罐子 罐子呢 我必须 帮你做处理 所以你必须要收取这个高额的 这个环保税 所以原来 100块的东西 会收百分之十八 至百分之三十七 所以呢 这百分之十八 就 进了欧洲人的这个口袋 那么他们就 买到很便宜的钱 所以你的东西 回到后期的时候 回到美国的时候 就要抽了一笔环保税 那么这个环保税 在那里他们政府就有钱 所以呢 其实这都是一种 在我个人的这个看法里面 这个环境保护当然很重要 但是呢 利用这种手段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 这种不对称的这个贸易行为 这种东西 但是呢 所谓这个绿色金融 就是金融部门 把这个环境保护 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政策 他一直在 啊 他要钱 要借利 融资 做这个决策的时候 要借钱 要做什么的时候 都跟环境保护呢 啊 这个 扩在一起 并说我们台湾的这个绿色金融 那绿色金融他就推 啊 你若是 要做这个太阳能板 你要做这个风力发电 你可以去银行 借钱 这种是不是绿色金融 对绿色金融 然后那就很便宜把钱接出去 但是问题 这个太阳能发电 然后这个风力发电呢 啊 都是脏电 所以在这个整个电力的这个系统里面呢 他并不能稳定的这个供应 啊 但是呢 在一个 大的系统里面 如果可以稳定去供应的时候 那么 带入这一些概念是对的 就是说我们尽量可以去检查 但是 有时候这个东西就很麻烦 所以这个里面有潜在很大的这个风险 这个成本 啊 这环境条件 相关的这个这个问题 啊 都把它放进去 所以现在呢 这个前两年 前几年在讲这绿色金融 哇 这 欧洲呢 非常 这几年呢 惨 稀稀 惨到非常的惨 非常的悲哀 为什么 因为你所有的这个投资呢 都被 推翻了 啊 那时候就是要投资什么东西 啊 啊这个风电 投资这个太阳能 投资这种 那么都给很低的这个利息 这些钱呢 去趴在那个地方的电动车 啊 锂电池 什么东西就往那个环保的这个地方 但是现在一个天然气关掉的时候 那么煤炭呢 就不是了 那这怎么办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 所以 那么这个 一般来说 我们来说的这个绿色金融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社会的此可持续发展 绿色可持续发展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资金的引导 希望去引导到那个方向去 啊 但是很多好朋友呢 你会去考虑到 你会听到的时候 啊 听到这种绿色金融的时候 好像都是 啊 什么有关的 和这个 什么碳排放啊 什么啊 碳排放 现在欧洲已经不要再讲碳排放了 所以 啊 这个碳权 因为全世界这种碳权的这个交易呢 啊 这个 因为这是欧洲订出来的规格 本来是要 啊 这个要对发展中的国家啊 比如说越南 比如说泰国 比如说 啊 这个印尼 比如说中国大陆啊 这 要给他们有一点这个限制啊 结果呢 发现呢 这个国家呢 竟然很能够 比如说中国大陆呢 啊 他的这个碳排放啊 碳排放呢 他有很多沙漠哦 他把这个沙漠呢 啊 去把他这个防风 顶沙 啊 然后去做什么 啊 这饮天山的水 然后在新疆 然后去稳定 他的这个这个啊 把草原啊 把这个荒漠变草原 草原变成森林 那么这个东西呢 啊 他们做很多啊 那么这个共产国家啊 说一是一啊 所以他们开始呢 所以他们 啊 累积了非常多的 这个二氧 这个碳权 所以啊 一些公司呢 都可以去中国大陆买碳权 你感觉说 哎不对 我本来是要希望你来给我买 啊 怎么我这些公司呢 啊 消耗的二氧化碳 反而要去中国大陆 去越南 去印尼 去柬埔寨 去买 去巴西 去买碳权呢 结果呢 他们就发现这不对啊 所以呢 现在大家啊 这些东西也不太去讲了啊 所以 那么这个方向也是对的啊 这大概在两千年左右的时候呢 啊 他们就有说到一直就在 欧洲啊 尤其欧美他们一直在提倡这个东西 所以啊 就就我个人啊 就我个人的解解 不然希望说 你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不要去想的太天真 哦 那么什么 我的啊 我的農地啊 我哪補产 就什么人买多少钱 哦 然后要卖给你什么 哎呀 这都在跟你骗的哦 这个东西呢 现在人家已经不再讲那个碳权了 什么二氧化碳排放啊 这种呢 什么碳交易哦 这个呢 啊 因为整个欧美他们发现哦 这个啊 啊碳权的这些交易呢 没办法去限制这些国家 好 而且发现呢 好像是他们算算的起来 他们的碳排放呢 好像又啊 高估于啊 完蛋的希望说 他能够掌握世界话语权的 就说我说你排放你就排放啊 哦 这啊 瑞典呢 这个什么 环保小女生啊 这个不是救命啊 那么希望用这样的这种方式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制定这种啊 就是呢 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金融的这个衍生产品啊 这个啊 这个钱呢 但是现在就是说啊 朝向这个概念啊 这种低碳的这个发展 所以啊 金融业啊 这种绿色的投资啊 这个钱呢 希望就是往更环保的这个角度去看 但是你千万啊 啊不要杀人不敢说对人去背望 哦 这啊 其实目前来讲啊 所谓这个绿色金融呢 啊 都一直在 非常 持续的一个这个亏损当中啊 比如说什么绿色债券啊 头前都会加一个这个绿色啊 那么永续的一个这个什么贷款啊 比如说像这个啊 风力发电啊 这种呢 这个概念都很好 但事实上呢 啊 整个的这个这个啊 在生能源各方面啊 这方面呢 这些这个投资呢 并没有得到啊 因为这些是没办法照学 没办法在 这种概念哦 所以呢 其实 简单来讲 不然个人就是 哎 虽然保妹说 哎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绿色金融 但事实上啊 我个人认为 哦 个人认为呢 那么这是一个 就是一种概念哦 一个概念 但是呢 这个概念呢 对我们来说哦 对我们来说呢 那么很多哦 这个啊 有些呢 就因为现在很红 然后他就讲 这个是符合的这个这个啊 这个绿色金融 然后你就去投资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 因为这是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哦 就是你会觉得说嗯啊 这个很好哦 比如说像我们小女儿啊 他就他就啊 这个对于这种环保 他有一种殖民哦 也感到说 妈妈 伯儿都乱乱 把他无情的这个吹打哦 把他独打哦 但是呢 到后来 我觉得他这个做得很好 就是说啊 他把他的这个身体力行做到最最极致哦 比如说啊 他会去准贪哦 他会去扣本舍哦 他会去啊 去做资源回收哦 他感到说他好像只能做这些事情 我说那就对了哦 这个东西呢 绿色哦 是从生活当中开始的哦 是从我们的啊 这个生活当中开始哦 就大致上哦 就这样的一个啊 一个情况哦 这这东西啊 是一个这个得力哦 就是啊 但是呢哦 这有些是戴着一个绿色的假帽子哦 但事实上哦 他是绿色 但是他这个企业 并没办法永续去那个哦 因为有很多这款的 那么他没有办法哦 比如说啊 我今天去一间公司 我要借钱 我要借钱钱 所以现在就也发出一个叫做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 那什么叫绿色债券呢 就是说我借这一笔钱要干什么用 我这一笔钱啊 比如说啊 今天呢 我是这个有钱的船 船老板哦 我舅舅的哦 要大修 我没钱 我没钱 我现在去造钱 啊你造钱 要来 来做这个 效的时候 要来大修 这台 引擎的时候呢 那这要发 那个利息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他现在不要说他 他说他要 要提升 要减少碳排放哦 要改造哦 要利用什么 圈圈叉叉叉 所以呢 就会有一个政策叫做绿色债券 哎我今天做这个 我不是圈圈要大修哦 我是要提升这个减少碳排放 所以呢 我是不是去借钱 然后就可以得到绿色融资 啊这钱就很借 啊大家说哦 对 我们要去投资他 但是这间公司 这间尊公司会贪钱不贪钱 含那有关系没关系 所以你的钱就傻傻的投进去了 就就借给他了 你的基金就借给他了 然后他就继续亏钱 然后他们继续过舍法的日子 拍在屁股就走人了哦 那就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意思 所以这有这个 啊 在这个 绿色金融 你不能听到绿色 你就整个人就很兴奋 还是整个人就很 啊 很专门的哦 这个一定要小心哦 就是说 事实上啊 有很多相关的这种衍生的 这些商品哦 但是呢 很多人哦 欢迎这种名字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很多人就会把这个戴上 这个绿色的这个帽子哦 那么这个东西哦 啊 除了男生不喜欢以外哦 其他呢 啊 大概呢 所有的公司 就会戴上绿色的帽子哦 这些东西 那么尤其在台湾哦 你一定要戴上绿色的帽子哦 那么这些东西呢 你借钱就比较适合啊 这个 比如说 这个绿色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他还是会继续亏钱哦 啊 这是不是啊 亏钱当然不是一万一的哦 有很多这个原因啊 但是有可能就是你要非常的这个小心 那么 在这绿色债券以外 还有还有一个这个基金哦 什么啊 什么基金啊 这些基金去投资在什么地方 那么这环境基金 那么全欧洲目前所有的绿色基金 每一个都亏到脱口 走不离啊 就亏得非常的惨啊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去做的这些东西 都很多都是亏钱的哦 这个呢 当然如果不是这个证券分析师哦 所以我们讲的不是针对这些东西 目前这个现象就是这个样子哦 所以你一定要很小心哦 那么不要听到绿色 然后你就觉得哎 这个是啊 这个永续发展哦 这那么这不一样哦 这现在还有一种叫做什么绿色 这个信用卡 只要是这个反正有实体的东西 一定就有这个啊 所以有的人说啊 这 有的人去什么去发展啊 去做一个信用卡 啊他是用什么PLA PLA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玉米材质 但是呢啊 这很多 这个PLA有做有很大的这个整理 因为PLA 那么他要餐一定数量的那个塑胶嘛 所以有时候还是有整理 但是他在自然界是有可能被被生物分解哦 但是就是说啊 这个 哎 比如说你用的这个信用卡哦 你不要用信用卡就好了啊 啊 这个东西啊 所以中国大陆呢啊 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卡呢哦 都是什么都是啊 绿色信用卡 中国大陆 本来是欧洲设计 结果 哎 符合到这种标准的呢啊 就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公司 因为大陆呢 他不爱给你存付 你如果买并说你银行 你拿钱去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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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你一张卡 你就是甘手机啊 你的荷物啊 你放上你的手机好嘛 啊你如果说要存款簿 你更加认罩啊 但是你也可以去印出来哦 比如说你 你欠多少钱 欠多少钱 你都可以去印出来啊 你也可以把他存那个电子档 那都可以做正式的一个这个 正式的一个这个 证据来这个输用 所以 他们就做这种的电子账单什么哦 反正他们都不尽量 啊你如果要印印 他会给你收钱哦 比如说你你你你你每次都去印 你不是用电子账单 你不是用这个 啊不是用这种 比如说我的啊 不是用电子纯布哦 你你把它印下来 啊去印下来 他到年底的时候哦 他会给你扣一条钱 比如说五块八块 因为你印几张 他会给你算钱 当然不贵啦 但是呢 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没事情 不要去印哦 不要去印那张出来 你不要去银行 你拖你家印 你家的事情 但是呢 你在银行你不要跟他印 所以呢 啊他整个这个架构的非常符合 这种叫做利色信用卡 比如说我啊 啊有这个钱呢 够在这个工商银行 啊工商银行里面 他也没出金簿哦 就给最早还有一张卡 现在呢 甚至也不给你一张卡 他就给你一个啊 一个二维码 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啊 有的人觉得很恐怖哦 那么啊 但是实际上那个钱 就会还是会在那边哦 所以那么这个呢 就是减少这个啊 塑胶的使用 减少纸的使用 这样叫做利色信用卡 这样你听有哦 所以 那个就是有点赢 我觉得说这也很厚烈哦 那么 提到说 现在在说的这个 这个利色基金 这刚才说过 去啊 绿色债券啊 这个被玩烂的就是绿色债券 啊 绿色基金亏钱亏的很惨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啊 叫做绿色保险 绿色保险商品 比如说啊 今天呢 这间公司 那么这间公司 它是做这个啊 这个太阳能发电 水利发电哦 这种呢 啊 做这个 风利发电哦 这这东西是派哦 所以去保险 这种绿色保险 那么你在做这些什么 所以呢 哎呀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也 概念也不要太过分哦 那么这个 那目前来讲哦 这个对整个绿色金融呢 这个这种过程哦 还在 这个模糊当中哦 所以呢 好朋友啊 你如果有人把你推销 哦 退销什么绿色金融啊 还是什么 那这种呢 其实你都要很小心哦 那么 这些东西呢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啊 有一个 这国际上还是存疑的这个 这个啊 就是还有一些 那么 比较属于 卡 卡模糊化的这个这个概念哦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啊台湾要不要不去做这种哦 有一个叫做这个 这个拒灾风险证券化哦 比如说啊 什么叫做拒灾哦 就是说一个天然的这个灾害 天然灾害的落下的时候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损失哦 比如说像我们风胎 啊 什么样啊 这种啊 这个灾害的一个损失啊 这灾害损失 哎 这个以前哦 这个 哎 慢慢慢慢大家都希望去做吧哦 但是现在就是说啊 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是这个环境污染哦 这种呢啊 这些东西是不是会把它啊 把它淚进去啊 但是这种既灾风险哦 通常这保险公司哦 有这种毁灭性的这个这个啊 这顺势病 比如说像我们台湾啊 受盖 当然那是啊 有时候这这这保险公司也是人的 都很厉害 都人精哦 年后又和政府去 所以啊 我们台湾那些什么 哎 最近最失败的一个这个这个 哦 就是 那叫什么 险 那个 我们 新冠哦 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 哦 他不是有这个 防疫啊 就是确诊的防疫 防疫险 对对对 那个 那个是一个非常 那么可能哦 我在猜哦 这件事情到最后 嘛 还要全民买单哦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监督政府 到最后这些的呼呼的定来啊 所以呢啊 这个也是啊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啊 这种风险 比如说啊 这些 有没有办法把它打包 现在很多人在设计这个东西 他们叫做聚灾保险证券化啊 比如说啊 我给你啊 打包啊 这里面一定要有政府的这个力量介入嘛 比如说啊 我政府出多少钱啊 保险公司出多少钱啊 那么这个 你如果去補这个东西 他就把它打包成一个这个证券啊 那么在于在于在销售啊 这啊 把这个风险啊 风险呢 向到这个是资本市场呢 啊 去转移 那怎么去转移啊 比如说政府 每一年 我们风险是不是都会 啊 背上的 他现在后来他没要背了哦 他就是啊 把这条钱给他拿出来 拿一条钱放在那个地方 但是那不是每当都会背了 但是这个钱放在那 就没有效益 所以呢 他给他变成证券 你可以买卖 你可以去银行借钱 啊 让他让他变成流动起来 这有流动的时候就有这个机会 把这个风险呢 在市场上做这个转价 比如说如果年转五年都没风险 啊政府不是每一年都会钱 这次的钱就会变变变变 啊所以那个钱 他是不是啊 这个本金就会越来越大 他的价值就越来越高 比如说五年刚才有一次的风胎 啊 这个灾难 啊灾难呢 这这条钱是不是要拿去赔偿 但是呢啊 他在市场上的那个价钱已经被炒 啊已经有很高了嘛 那么啊 这就可以减轻到政府的这个负担 这种叫做巨灾风险 这也是一个绿色金融啊 绿色衍生産品啊 那么比如说 啊美国的黑人哦 你不可以说黑人哦 美国人哦 那么美国呢 他们去买房子 然后他们就发现呢 有一些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呢 算 买房买买买去 啊 人人说 不要紧你借 你借了你不用行 你只要呢固定时间来 那么就 啊 你要还钱 你不能不还哦 但是呢 我没有叫你买很多 买一块买两块买三块都不要紧 但是你一定要够买钱哦 我觉得我跟你这样讲 哎呀 这样很简单啊哦 啊 反正我不还 反正我都有 都有缴钱进去哦 都一直纸入去就好了 例如说我 每个月可能要够一万块 但是我每个月没材料够一万 你说不要紧 你不用一万块 你一百块就好了 但是你不能都没钱 给我 这样你知道哦 哎 你改好哦 我放一百给你就好了 对吧 所以我就拿一百下去 所以我又欠银行 九千九 不要紧 不要紧 银行跟你说不要紧 你看看我来 你有钱要用多少就好了 他说我九千九 九千九在计算利息 再把它放下去 但是你一定要用钱哦 你如果不用钱 我这个储就要给你打 你就要 要倒掉哦 所以你一定要用钱 无论如何一块好 十块好 你要一个 很少一点点的钱哦 哎 你这样说 我这样说你想到什么啊 之前不是有一个 粥粥的 money 这钱不用行 那个对吧 哦 他就是这样哦 他就是 让你去啊 就搅一个最低 很低很低哦 啊 他这些东西要怎么办 他发现银行发现说 这些东西把他打包起来啊 他就说哦 哇 你看人欠我很多钱 这些东西 我有这么多一个资产在我的手 因为那 那家都带了 带了在这个银行 所以啊 他就把这些东西 打包起来 变成一个证券 然后就出来买 所以呢 就 啊 日本也买 我们台湾也有 公司去买 哦 这就是 2008年的 这个 啊 这个金融风暴 哦 这个就是这样来哦 这雷曼基金哦 然后他们就把这些 这些债券哦 这些钱呢 就 这些钱都 都是欠款 然后打包起来 所以这很厉害哦 那么绿色也是一种投资 所以把这些东西呢 做一个 啊 这个包装哦 所以呢 大概是这样子哦 所以啊 现在在这个所谓这个绿色金融 他就是利用这种环保做一个 就反正这个意思都因为你环保 要投资嘛 投资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环境污染的一个 啊 这个风险啊 包括你一间公司 比如说今天我这间公司在生产的时候 我一定有这个啊 存在某一种的这个污染啊 比如说像农业 现在呢 这个很多人已经动到这个位置 就是说你农业农业你是不是噴这个杀虫剂 啊杀菌剂什么 所以呢啊 农业呢就 必须要去因为你污染环境啊 所以呢你必须要啊 有这个这个绿色保险啊 怎么样去确保你的环境污染的一个责任啊 是怎样啊 谁受到污染啊 谁就能够接受这个啊 这个赔偿啊 这一方面就可以去減轻到啊 政府呢 对着这个环境保护的一个压力啊 反正呢啊 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这但是目前怎么样去精细化 科学化的这个官吏呢 啊到目前为止其实这个都还在 那还在啊 在一个比较模糊的这个啊 啊这个概念当中啊 所以呢 可能我们好朋友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大概都要特别的这个 老人在跟你说这绿色金融的时候 如果我就只能 提醒你啊 这个呢 不要认为他很赚钱啊 到目前为止整个欧洲啊 因为这些 那么 这些再生能源各方面碳权 什么 但是你千万不能把这个绿色金融 和那个二氧化碳排放的这个碳权交易呢 啊 就把它绑定在一起 好 并说哎 我这就是这个啊 这个探权的 不是哦 这两种是不一样的 这个 啊 这个概念哦 这个东西哦 所以呢 啊 有当时啊 这 有一些事情哦 你如果没有 因为我们开始是没有 说真的啦 我可能 阿伯也没那么聰明 所以我很难去 但是 我在讨这个马克思的时候呢 我觉得 给我最大的一个冲击 马克思不是这个共产思想的一个 这个启蒙者嘛 马勒 马克思列宁 哦 特别是马克思 那么这个这个 那么 他里面有一个他 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名言哦 这个是货币啊 货币 是最大的这个推动力 那么这个货币啊 这个货币呢 就是整个中 比如说我们用的新台币 这个就是这个货币 那么 现在在这个网路上 我们看不到那什么 虚拟的货币 那个也算是货币 那么现在有些人是想把这个环境 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包装 比如说二氧化碳排放 哎 就把它包装 你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你能够增加二氧化碳排放 这大家都有一个这个概念 那么这种有进有出 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包装成另外一种 叫做绿色货币 哇 这个很可怕啊 那么 但是呢 这个当然这个概念 一直还在发展 这个党中并说虚拟货币 很多人说阿婆 你怎么不去投 去买一台机器 你不是要可以 什么去挖矿 創成 我说反正那种东西我不懂 我不懂的东西我就 我就 散散远一点 散远一点 那么这东西呢 这就等我来好朋友 稍微做一个了解 那么目前 目前在这种 绿色经济在发展的一个这个 这个党中 这有党下 需要很多这个政府的这个导致 所以呢 那么但是目前看起来 这个在整个欧洲他们并没有推展的很好 这 特别就是说在 这个俄乌战争 就就那两个地方在 现在也 你可能 我问说最近战况怎么样 我同学说的说好像偶尔听到枪声 但是 没有想象中那么激烈 但是他想到就把你摸两个了 想到摸两个 这边摸两个 这边摸两个 这个但是老百姓就乱掉 那么这种没有去解决 没有去解决的时候 整个欧洲的一个能源供应 其实是 严重的失衡 严重的失衡病 说你今天不把俄罗斯买天然气 不把俄罗斯买天然气 你可以在挪威买 把挪威买天然气 挪威买天然气 搬过来 那么这个英国 英国他还是把挪威买比较近 因为他们可以透过这个 管线 应该过英国 现在这个 德国俄罗斯这些没人买 所以他就需要去跟挪威买 跟挪威买的时候 这个英国就 这个假小童年就比较高 英国就没收的 可以买了 那么他价钱就 现在这些东西挪威 不够钱买 跟美国买 跟美国买 跟中东 跟这个 沙地阿拉伯买 这个买来买去越买越贵 尤其这天然气的 这个运输成本是很高的 你知道全世界的 这个 这个天然气的 这种LPG 这种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 十只有七只 是中国大陆的 中国大陆呢 这些能源就很缺乏 所以呢 他们这个纯 他们很多 这纯在 所以中国大陆呢 这两年俄乌战争 他们也赚一点钱 他帮美国买这个 LPG 他原地是都买 可以帮我们自己用 现在 他这个俄罗斯的 天然气 没去得国 他就 不再来中国大陆 不再来中国大陆 他自己就有时候用 他那准的就比较少 用到 所以他准的走到美国 所以这个世界很有趣 那么这个 但是俄罗斯呢 他 整个的这个环境 比如说整个欧洲现在就想到这种 我们原地的这个很岁月很美好的时候呢 就在想这种绿色金融发展 但是目前 目前看起来大概就是 会有一些就比较大的这个问题 尤其像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的这个银行 你要知道都是就是所有的经营目标都在干什么的 所以不要听到绿色金融就很亢奋 他其实是借着这个 你要知道 所有的这个商业银行的经营的这个目的 主要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 到要钱钱都在他们的这个里面 所以 你说像我们有一些中小企业 你环保要融资很困难 还是怎么样 那么 借这个机会是不是比较有可能 但是你要知道 这商业银行 银行就是只是晴天借你散 但是这里面他就要求说 你 计言政府要推动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贴息 各方面 那么又要政府来出钱 那风险呢 他也不承担 所以银行的同样探紧 这个不太一样 所以 其实 这里面 还是在我们台湾在推动 这个绿色金融的时候 那么有时候也是很麻烦的 麻烦在哪里 其实最后又是全民买单 这是我个人比较悲观的看法 这不是 这不是一般人的看法 这是阿宝的看法 我必须要说清楚就是说 在我们爸爸 银行 很多当的一个经验 他自小时就这样跟我说 所以你不想说银行 银行就是要探紧 银行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 你这样想就对了 所以银行为什么要借你钱 你较水平吗 不是 因为你能帮他探紧 你能帮他探紧 你能帮他探紧 把这个利息给赚回来 你能帮他探紧 他要借你钱 你要知道 你如果没有这个月就比较 这个有点困难 所以大概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里面 所以我们在探讨这种绿色金融的时候 那么整个的这个环境都没有很健全 而且 你几个家和朋友 一定要非常的这个小心 所以有的人会去借到这种 所谓这个绿色金融 但是这里面 全世界在建设这种绿色金融 这个最成功的是 其实不是欧洲 这个世界 在这里在说到所谓 一些包括世界银行包括 然后他们一直在推这种环保概念 后来为什么大家这几年 大家又不太讲 不太去讲这些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怎么做都做不贏中国 那为什么做不贏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 这些银行是属于国家的 所以包括中国人民银行 包括他们这个国家环保局 他们很早 比以前在1995年 他们就颁布一个 这个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贯彻信贷政策 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 这份大概1995年 所以大概早我们20年 比我们早了20年 他们就在讲绿色金融 你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你不能去有这个概念 我们觉得我们很进步 事实上因为我们台湾的银行 是商业银行 政府能够控制的 有啦不是说没有 但是那个力量是很薄弱的 但是中国大陆的这个 中央银行都是国家的 所以他们这个东西 到最后 哇他又是符合这个绿色金融 所以他从95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做这些东西 那么包括2001年 2003年 这些什么上市公司股票 债融资的一个环境审计 这种都是这个绿色金融 就是说你今天这间公司要就期 我要对你做环境审计 这些东西 啊如果环境不良行为 这些公司呢 啊就会被禁止进入资本市场 好那么所以呢啊 全世界在讲这个绿色金融的这个时候呢 那么中国大陆呢 就变成世界的模范生 所以后来现在呢 大家就不太喜欢再去谈这些东西 为什么他会变成世界的模范生 因为他不是商业银行 他是国家银行 听众朋友你一定要了解到 你永远要记得商业银行的目的在干什么 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你永远要记这句话 这银行是说 啊我给你赌三天 你如果是很困难的 我借你钱 银行你很困难的银行 要借你钱 你在讲到的 所以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 这是一间银行 商业银行 它存在的一个价值 这种朋友你一定要了解 所以呢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要去理解到 你要去理解到这个 这个重点 所以为什么后来这种 就慢慢慢慢在这方面的 但是这个环保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啊 一变成这个啊 中国大陆又变成 这个世界上又变成 这个这个啊 利用金融去支持环保 而且这个模范生 你想都想不到吧 但是这个这个材料很简单 因为中国大陆的银行 全部是由于政府 所以政府说这个东西 你环保不达标 你要来借钱 不好意思 我钱就不借你 我钱就不借你 他法度这样做 那么现在我们是反过来 因为这个这个银行 要经营 一些企业要经营 所以我们去推动 这个所谓的绿色金融 那为什么去推动绿色金融 这原因是因为呢 你环保要投资 你什么东西要投资 那么银行呢 其实他存在这个很大的一个 这个风险 那怎么办 全民买单 所以呢 我们就有这个绿色贴席 这个东西就补充你 那么这个银行 他就减少了这种银行 其实是 重要的一个这个功能 就是说一个风险控管 与承担 有这种的这个角色 但是呢 现在呢 已经把这个东西转让 所以大概是这样 好 那么今天和大家在说这 其实呢 我啊 是 这两天 我自己的这个心得 所以呢 我还要跟你说的 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绿色金融 这在理论上 那么这是就是说 他对到这个环境生态 跟金融之间关系 那么有一个这个就是说 我这环境问题 跟经济增长的问题 那么我这金融投入 跟生态的这个问题 那么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融合 那么 年后呢 来提供到这所谓绿色金融 的这个这个 理论的这个这个 的激起 就是说 你这间公司 你想要去改善 但是你要怎么去改善 我要怎么用金融的角度 给你支持 但是呢 很悲哀的是 在商业银行里面 是不可能的 这样就对了 那么包括 这个欧洲的这个例子 这个 那么所有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 啊就是说 政府的这个这个力量的 这个利用工部门的这个金 的这个投入 比如说 啊 我本来政府要做的这个 环保的这个工作 那么希望说你能够 你能够希望其他的这个 可以来投入 那么这种的 就会让你有一个更方便的 这个融资 大概是这样 这就是说拿全民的钱 然后来砸在这一块里面 啊 这大概是这样 所以目前 那么 这个国内外的这个 都没有一个完整的 这个理论体系 那么这个 联合国有一个 这个21世纪议程里面 就是说这个 这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是怎么 必须提高银行的信贷储蓄 因为你有钱 我都来把这个 来把这个驱动 然后怎么样呢 去 啊 在金融里面去 支持这个环境保护的 这个这个部分 那么大概呢 就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 这个环境审计 所谓这个环境审计 刚才我说过就是 你若是 这个不符合这个环保 这个规范 那么我钱就不太容易借给你 就多了这一关 那么 但是呢 这 其实还是有很多啦 这这中间 那么大概就很难 所以目前在这个全世界 全世界在实施 所谓绿色金融的这个 这个当中 这个 中国代表2004年 他就在世界银行的一个这个 就一个国际金融公司 这个 去设计 这个所谓 以及中国能效 能效的 所以 并说 他可以去补贴 一种贴席 你买车 你若是买电动车 贷款的贴席 还是什么 这个也都算是绿色金融 那么这个给各位做一个 稍微有点概念 但是呢 这在这 特别 给我们听众朋友 共调 那么目前呢 以这个商业这个角度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 而且制度相当的 这个不完善 好朋友呢 一定要小心 就不要被骗了 来 时间的关系 我们第一点钟 今天到这里 待会儿说五分钟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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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